各种方法,当然就是插入函数的时候,这边可以产生一个所谓的使用者定义 那使用者定义里面我们有两种 当然主要也是简化工作流程 就是说,第一个是月考函数 那月考函数呢,做完之后呢,我希望显示出,因为我有三次月考 所以请你跳一二三,第一次 第二次,第三次 那最后一样会一个结果,按个确定 那这会向下填满,OK,第一个 这月考函数,可是如果当然你不止一次两次 那要选三次,比较麻烦,是不是可以改 之前也讲过,就是类似,我们可以插入函数的时候 可以有月考函数范围,那范围的话就是一次选一个范围 就三次嘛,那其实这个跟那个三波代有点像 不过三波代要选两个范围,我们这边只要一个范围 相对当然比较简单一些,就按确定 结果一样呢,他一样会帮我把结果给做出来 那这个部分的话,怎么做 基本上大概月考函数一行成四吧 然后月考函数范围,多一行而已 这个好像前面也有讲过 所以呢,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好了 这个地方第一个 我要三个资料 所以特别注意哦,我接下来就是月考函数 基本上呢,当然前面也有讲过类似的 第一个就是说呢,多个来源的部分 那我们一样是插入一个什么,插入一个方选 这个方选的话呢,叫做月考函数 按确定之后 那后面他按确定之后呢,其实我们这个 这个跟这个中间这个是没有的 它就是长这样子 一个方选 名称叫月考函数 然后呢,后面有个小刮壶 小刮壶是要跟你要什么资料 那我们就是填入 月考一,逗点,月考二 逗点,月考三 三次 那当他给我们资料之后 我们再去做什么事情 最后把结果return给自己月考函数本身 答案就出来 反正这个是一个固定的规则 如果你要制定函数 就是这样的流程 那只是说后续你要做比较 简单的或复杂的这些 其实都可以自己再去做变化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月考一 月考二,月考三 填上去之后 那再来的话呢 他跟 再来你可能要想一下 他跟刚刚的那个 就是月考的程序 有没有什么地方是一样的 或者不一样的 那你当然前面特别注意哦 这个也是蛮重要的啦 就是前面的sab是自动去抓 这个假设我run的 先把它改回来了 先不要加好 那前面的那个 那个sab的话 基本上是 他是去上面抓资料 再来去相乘 那这边的话是什么 因为使用者会给你资料 所以基本上 你不需要去抓 有没有 sab是自己去储存格 利用sales物件去抓 他是使用者给你 所以其实基本上就是 差异在这里啦 OK 其他好像 基本上 这个是月考二 这个是月考三 OK 那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也是一样 最后差别还有另外一个 他最后做完的结果 会丢到某一个储存格 那这个是丢到自己本身 名称一定要跟上面的名称 要一模一样哦 否则的话会出错 好 这个是第一个 这个方选 是月考函数部分 那月考函数范围哦 范围就是我要少一些动作啦 所以基本上哦 就是一把那个月考一二三 改成月考范围 但是他范围选完之后哦 其实有点像是 一个蛋糕 我要切成三块 为什么 因为他里面有三个 三个东西嘛 我要把它分开来 所以变成你要手动自己切 那你怎么样手动 把它范围切成三个呢 你可以先把月考范围丢给 一个变数A 这个A是一个正列 正列一个变数 反正这个名称自己定义出来 那切的方法呢 一样是一列 第一栏 第二栏 第三栏 所以你要抓的话 一定是A1之1 先列在栏 这个的话呢 是A1之2 A1之3 那你就是 一二三就做出来 要让未来 这个范围不是只有横向的 你也可以很多列 也可以一次给使用 给这个function 很大的范围 让他去做计算 他也会最后 Return一个结果给我们 那这个地方就把 什么 月考一改成这个 月考二 这个改成这个 这个改成这个 这样子 OK 那最后其实也是Return回来 不过呢 Return回来的名称 特别重要 如果你是上面 复制下来 这个名称也要 顺便要改一下 否则的话 他最后Return会 接收失败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完成 制定函数的部分 那制定函数呢 他什么 在哪个地方 可以被呼叫呢 其实他除了说 可以 使用的时间 除了可以从 这边插入函数 找到这两个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地方 如果我要从 sab去呼叫 他可不可以 其实也可以 如果 比如说我制定函数 这个做出来之后 那我要 用那个什么 月考 刚刚这个月考 这个函数 用这个sab 假设我要呼叫 比如说我要 从sab去呼叫 那个 制定函数的话 比如说我要呼叫他 那我可以怎么做呢 这个地方 其实可以改一下 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输出的话 我等于什么呢 等于可以给一个月考函数 然后呢 这边刮弧 哎 有没有发现 除了说你可以在插入 函数里面可以用之外 sab里面 你也可以呼叫他哦 那你怎么呼叫 他会问你说 你的那个月考一放哪里 那因为我们的资料 是直接去上面抓 所以你告诉他 月考一在 sales的ID里面的低栏 所以你就是直接 把这个地方 拉过来 其实这样复制比较快 逗点第二个 他会问你说 那你第二个成绩在哪里 月考二在哪里 那我们是在 一栏里面 所以把这边 我的习惯是 用拖拉 再按Ctrl键 其实就等同CtrlC CtrlV 动作可能会比较快 所以 有的时候写程式 如果动作够快的话 一下就写好了 好 那这个是用月考 就是用sab去呼叫 自定函数 所以自定函数 在这边也可以被使用 那你做完之后呢 一样 应该懂那个逻辑了 反正就是 将来当然前提 你也要必须要 有一个月考函数 给他呼叫 他就会跳到 这边来 然后呢 并且把这个 这个 这个 塞到这个 然后他又丢过来 有点像 感觉有点像 那个 棒球里面在传球 传来传去 传来传去 只要不要漏接就好了 OK 那程式就可以 让了出来 最后呢 这个地方 我们把让出来 给各位看一下 在sab里面呢 如果我要用这个 来呼叫的话 当然我这边 设个中断点好了 这边停在这里 那 这边的话呢 基本上 我会有 68 100 跟85 按一个F8 它会跳到哪里呢 跳到这边来 并且把68 100 85 传过来 然后呢 再把结果算出来之后的话 它又丢回来给 这个储存格了 所以这个储存格里面 这边还没有 还没还回来 有了 在这边 它就丢回来给它 丢进去了 一样嘛 反正就下一个 又跑过来 又下一个 所以基本上呢 这个计算的责任呢 就交给Function了 OK 这边是多 补充一个地方 就是用sab 可以去呼叫 自定函数 其实未来当然 Function还可以哪边 表单里面 也可以呼叫 反正这 其实它的运用的 层面还蛮多的 那这边我想各位先试一下 如何利用那个 这个 在函数里面 增加一个 所谓自定函数 哦 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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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